本期话题退休一直是个问题 最近这些年 退休年龄要延长 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 我们国家现在规定退休年龄 是男性60岁 女性55岁 依照国际先进标准 退休年龄 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提高到了65岁 那么这个说法在中国 惹来了不少争议 好在大家的眼睛 都只盯着国际看 没空往古代瞅两眼 要不然估计很多朋友就会崩溃 为什么 因为中国古代退休年龄曾经是70岁 除了退休年龄之外 在中国古代因为生产力水平的原因 不管是普通老百姓 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这种东西 普通老百姓呢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什么积蓄 只能靠养儿防老 官员还好点 官员退休呢 在中国古代叫制式 意思就是人老了 干不动了 把官位还给这个国家 但关于官员干到多少岁退休 退休之后拿多少钱 各级退休官员该享受什么待遇 立朝历代的规定都不一样 那么古人也会面临延迟退休的问题 古人退休之后的社会保障 也各不相同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退休 在中国古代话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明文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 在礼籍里边就有一条规定 叫大夫72之事 就说70岁退休 这是从周代开始规定 后世呢就沿袭了这规定 不过一开始呢 70岁退休的规定 只是针对于大部一级的官员 其他官员呢 没有涉及到 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 这个规定更加具体化 明确到文武百官 凡是年龄到了70的 都可以退休 但是大家知道 古代人的生活条件跟现代人可不一样 古代人的平均寿命比较短 要不怎么说人到70古来系 即便是古代的富贵人家的寿命 想活的其实也不多 更别说官员 还要处理地方事务和文件 过度劳累的话呢 还可能会缩短寿命 所以你要想健健康康 成功活到70岁退休 那也是个挑战 70岁退休的规定呢 在我古代沿用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明代才做调整 当时朱元璋呢 下了一道圣旨 其中就说到文武官员60以上者皆知识 哎 这次调整具有重大意义 是中国历史上 首次把退休年龄提前到60岁 就到60岁退休 不过话说回来 在封建社会 你到底能不能退呀 那不是制度说了算 那得是皇上说了算 虽然你有明文规定的退休年龄 但其中具有很大弹性 如果皇上需要你 不让你退的话 你怎么你都退不了 你只能一直干着去 这导致很多大臣呢 一直干到死都没得退休 你比方说元代的郭守经 咱们这个中学历史课本啊 你知道郭守经在里边呢 说是著名的天文学家 数学家 水利专家 一气制造专家 就是郭子经呢 郭守经呢 长期在元朝担任天文官职 这个郭守经一生的成就非常大 你比方说元朝定读北京之后呢 每年需要从南方运输大量粮食 但是京行大运河呢 只开东到通州 啊 就是现在通县 这现在通州区从通州到北京呢 运输物资呢 都得通过这个路路 很不方便 后来郭守经主治下呢 开凿了从京城到通州的运河 就现在住在北京彭州通汇河 从根本上就解决了元大都的粮食问题 那么天文学历史呢 郭守经的贡献非常大 他一生呢 总共发明了二十多项天文仪器 而且这些仪器呢 大大提高了观测的精确度 他还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地理实测 而在地形测量当中呢 他首次提出并且运用了海拔这个概念 这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提出海拔概念 这早五百多年 所以您看呢 郭守经这么有才华 元朝皇帝对他呢 是十分的依赖 哪能轻易地放他退休回家养老呢 就在郭守经啊 忙碌了大半辈子 终于熬到法定退休年龄七十 以为自己可以退休啊 在家喝喝茶呀 种种花啊 读读书啊 哎呀 很高兴 让他没想到是的 朝廷不准批准的辞职 他没办法 又打了一次退休报告 还是不批 当时的皇上元成宗铁木儿 甚至下了诏书说 本朝凡是年满七十岁的官员 皆可退休 为郭守经除外 接下来呢 朝廷继续任命他为昭文管大学室 一直到去世 郭守经都没能退休 最终以八十六岁的高龄死在了任上 所以像郭守经这种到了年龄 皇上不让退的大臣 大部分都都是特别能干的 那是皇帝走榜右臂 因为皇帝治国也是很辛苦 每天都要管一大滩的事 谁都想有几个好帮手 你比方说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苏良斯 都八十五岁高龄了 但是呢 他为武则天的治国理争呢 献过不少良言良策 于是武则天一直也不让这老头退休 结果有一次上朝 苏良斯向武则天跪拜谢恩 贵族 那就起不来了 被人抬回家当天就死了 你想 八十五岁人家搁到现在 那出门都得主着拐棍 苏良斯这算是地地道道的 死在工作岗位上 那么历史上呢 到了这样法定年纪不让退休的 还有很多 你比方说是什么贺之章了 言真轻了 徐光解了 有的是熬到八十多岁 才被批准退休 有的更是服务了书代皇帝 最终还是死在任上 所以古代呢 所有关于退休的制度 但制度归制度 很多时候各朝皇帝 都不怎么按制度办事 并不会让臣子按时退休 那官员到了退休年线呢 皇帝照样强制延迟 于是延迟退休的争议随之就出现 在古代 虽然有一些帝王会强制臣子 延迟退休 但也出现了不少官员 自发想要延迟退休 或者退休后 希望接受反聘的现象 当然 有官员要延退 就有官员拒绝延迟退休 所以从古至今 延迟退休一直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东说公理 婆说婆有理 这跟今天我们在探讨延迟退休的时候 面临的这个争论环境是一样的 咱们先说说呢 古代那些支持延迟退休的人 他们要么是事业心特别强 要么是官业特别大 因为在古代呢 只有延迟退休或者不退休 才能既显荣华又得后路 还有一些老干部退休以后呢 心情烦闷 在下越待越抑郁 于是就有了想法 想重回朝廷发挥余热 你看唐德宗年间 有个叫崔赵的宰相 到了退休年纪 他本来是有退休打算 他犹豫不决 他的家人和亲戚呢 都让他说 你接着干吧 只有他心疼他的大女儿 劝父亲急流勇退 来 赶紧退下来想清福 崔道呢 就下定决心办了退休手续 没想到退休以后呢 门庭冷落 也没有去淹赋事的人上门了 也更不见有给送礼的了 于是这崔道在家是越待越烦闷 还是人走茶凉啊 退休以后 门前冷落了 没人送礼了 这种失落感让崔道很难承受 不久之后呢 他耐不住寂寞 跟皇上请示付出 继续工作 发挥雨热起来 你看大家都知道 退休就算待遇再好 也肯定没有再值的时候 所以有想退休的 哎 就有想延迟退休再干几年 十年寒窗 好不容易当个官 没干几年就让退休 这有点残忍 有的官员也确实家境不好 想要再多干几年的补贴家用 你比如说大清光绪年间的时候 广东南海有个酒品官叫于凤叔 他家里人多 经济负担重 一家老小都靠他养活 所以他年过八十呢 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病 为的就是能多得挣点工资 多得点俸禄 那让这样老干部 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 但如果逼他退休呢 又断了他一家人活路 也不妥当 所以这个时候 于凤叔的上司帮他想了个辙 安排他呢 出任全省有名的肥雀 征收鱼税 哎 就是向打鱼的鱼民收税 这末的就是让这老鱼啊 干几个月 攒一笔外快之后 就可以回乡养老 终于呢 这鱼凤叔呢 在担任这个位置 担任了六个月之后 赚了不少外快和银子 哎 光荣退休了 所以关于延迟退休呢 有人支持 哎 那理所当然就有人反对 而且古代大多数官员 都对延迟退休并不热衷 一到退休年龄 他往往都会打报告 及时上奏朝廷 请求告老还乡 这些官员反对延迟退休 理由两条 一个是工作到一定年限的 身体会生病 就应该退下来一养天年 给年轻人让道 第二个呢 你如果不按照退休制度执行 那么早前制定的制度 就没有公信力 你看 魏晋时期有个官员叫何子平 他是那扬州从事史 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工作者 这何子平就非常反对延迟退休 他到退休年纪的时候呢 他母亲八十多了 独自住在老家 按规定呢 儿子可以退休回家奉养老母 于是这何子平呢 就去办退休手续了 这个时候 何子平的上司顾凯之 是当时有名的书画家 一再挽留何子平 顾凯之呢 非常欣赏何子平的孝顺和才华 就是你这么退休太可惜了 就跟他说说 你在州里当差呀 好歹还有俸禄有工资 你走啥都没有了 不如我替你办个留任申请 你好歹还有份工资 何子平拒绝了顾凯之 又给他出主意说 你这么的吧 你回老家 我推荐你啊 回到老家之后 在当地的县政府谋个公职 你说你既能挣钱又方便 就敬仰自己老母亲 你看怎么样 没想到何子平了之后 断然摇头说 我不愿意带头做有损制度的事 退就是退了 我不能再挣官家这份工资 何子平就谢绝了一切 公家私人的盛情邀请 回到老家呢 耕地种田 完全靠务农干体力活 赡养老母亲 哎 你看这何子平挺了不起 那不论古今 按时退休或者是延迟退休 都有赞成和反对的声音 想要按时退休的人 是觉得人老了 干不动了 应该一样天年 喜欢延迟退休人 觉得工作能让自己生活充实 拿到更多的钱 其实无论哪种想法 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此对于延迟退休的事呢 我们不妨啊 放平心态 理性的视角去看待 其实 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 人之所以对延迟退休的问题 争论不休 最关键是退休后的社会保障问题 比方说退休金是否能足额发放 是否缩水问题 在古代也有很多职工 是因为退休金缺乏保障 而导致退休生活 过的是凄苦不堪 你比方在汉朝以前 官员是没有退税金的 到了汉代规定 奉禄2,10以上的高官 退休以后可以领取元奉禄的三分之一 说2,10以上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现在的中央部委啊 省级领导的就不及以上官员 那么他们退休之后呢 也只能领到在职市三分之一的退休工资 你再往下的官员退休以后 一分钱都没有 到了唐朝呢 规定有变化 这无品以上的官员退休呢 可以领取元奉禄的一半 无品以下官员怎么办呢 那你就自谋生禄吧 你比如说唐代初唐四姐呢 王阳 卢洛里迪卢赵林 他算一个县长级别的干部 就现在的初级干部 但在当时呢 不够无品 所以他退休下来之后呢 他也没有家底儿 也没有养老金 只能寄居在太白山那个破草屋里边啊 就凑合着过 过得非常落魄 生活举步为奸 无奈之下呢 卢赵林也只好低头 向过去他认识的官员和名流啊 请求他们帮助 这些官员名流很多 实在人就经常啊 送他点钱呢 给他衣服啊 给他要什么的 那卢赵林呢 全让这些人接近 才屡屡度过难关 另外一位大事人杜甫 从公布园外郎人生退休下之后 也没有退回工资 生活艰难 最后在朋友帮助之下呢 给别人打工 替别人看着地 这才解决一家老小的生活问题 后来到了两宋时期呢 对退休官员安置和优待 达到一个高峰 退休保障制度考虑到的 基层官员规定 凡是修品以上的官员 几乎涵盖所有官员 退休以后呢 都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 当然我们注意这是官 不包括理 官是什么呢 朝廷给编制的代品的 例是什么 官员任命下面的公务人员 这些公务人员可没有退休金 所以对于官来说呢 到了九品了 给退休金了 可以领原来的俸禄一半 这待遇很优厚 但是对官员来说 这点养老金呢 并不能让他们的退休生活 过得比较滋润 有一些很清廉的官员 没捞着什么的 退休之后的生活依然很窘迫 你比方说宋仁宗时期最富盛名的宰相杜眼 这是一位资历身 口碑好的闲暇 他退休以后呢 就因为养老金不高 过得很困顿 这个杜眼围观清廉 平时从不隐私 所以手里头呢 也没什么钱 退休以后呢 连这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只好寄居在南京应天府的回蛇院 说什么叫回蛇院呢 就是官员卸任以后啊 得等着 等着继任者到来 这段时间呢 他要回老家嘛 但是在这块又不能住在官邸了 他算下来了 所以他会住在这个回蛇院 回蛇院就干这个临时住所 相当于官员招待所 杜眼当时没有房产田地 所以只能在南京的回蛇院 一住就住十年 寄人离下 吃穿简陋 但是他从来不抱怨 哎 没有任何奢华的做派 所以他一向为人低调 退休以后 这杜眼呢 穿着打扮就跟个种地的老农民似的 有人劝他说 你穿了 官员的实气服装吧 他说啥说老尔退休 我不能再穿官服 哎 他就算想得开 就平常啊 练练书法呀 写实啊 精神世界很饱满 算是清贫自乐 到大明之后呢 退休金又有了新的变化 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呢 不发放退休金 但也不会让你去喝西北风 如果你家平 不能自以生活 自理的 自己的呢 每个月呢 就给你这个名 两单中其神 一直到你死 清朝呢 基本上是退休之后呢 可以拿工资的一半 但是对于有些特殊公寄的官员 比方说打仗负伤的 是可以拿全缝的 由此可见 五代官员退休工资啊 是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而且标准定的很低 除此之外呢 你还得是个官才 可能有退休金的 如果只是 我刚才说的 不是官势力 一般公务人员 他们退休以后 你只能卷铺 该走人就没有 退休金和养老保障来说 所以其实古代呢 从未有退休金 到制定出退休金制度 这其中呢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由于古代官员 平时的工资 就不是很丰厚 官员在职时候 靠工资俸禄都养不起价 更不用说退休以后 只能拿到原来俸禄的一半 或者更少 因此很多官员在位的时候 为了能够安度晚年 开始大肆捞钱 贪污腐败 导致官场一团无烟杖绩 清官打命 那为了解决这问题呢 从汉代开始呢 就制定了为退休官员 发放一些米粮 用于生活所需 以安度晚年的制度 所以退休金制度 是从汉代开始的 这种做法是人性化 其实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 高薪养帘 也一直被沿用到今天 到现在呢 除了退休金以外呢 还有养老保险 有时候这些金额总和 甚至超出了 在职时候的工资收入 那么和古人相比呢 现在也算是幸福很多的 其实不论古金 也不论退休制度如何变化 我想老百姓更多关注的 还是退休以后的保障 你要保障这一步做到位 那延迟退休也不会 存在那么大争议 这一点自顾基金 道理是一样的 总是'一样的 事实际上要的 请不论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